就在超商旁邊的棋樓下 一名男子正在對園警大聲咆哮 園警右手舉起筆往一個方向 同一句話講了四遍 不過男子似乎是不聽勸 與園警僵持在原地 場面太火爆 也讓附近民眾全都圍了過來 他做事要騎車閃人 但其實這裡正在進行道路管制 車只能用牽的 還一度要攻擊周圍民眾 園警趕緊上前置職 放開我 不要拆我 不要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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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什麼碰 不好意思 被摸過來了 該是不是 雙方拉拉扯扯 其他園警也趕過來支援 因為旅圈不聽還爆發衝突 最後只好把人壓制在地上 就在30號晚上8點多 新竹市剛好正在舉辦光臨藝術節 市府周邊進行道路管制 如果機車騎士想停車 只能用牽的進管制區 這名流星男子 原本還聽從園警指示 牽車到騎樓下擺放 忽然一時情緒不穩 爆發口角衝突 那為保護民眾安全之餘 我們同仁也當場壓制 上告這名男子 並帶回 訊號也依妨害公務現行犯 移送地檢 因為舉辦活動 才會進行交通管制 偏偏他沒有注意到 還遭園警制止 講一次不聽 還對園警動手 這已經涉及妨害公務 為了停車 最後還得吃傷管死 TVBS新聞陳世民 李家彥新竹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按讚